現在看到人了 這樣拉就可以了 幾名搜救人員出動繩索吊掛 受困的女大生已經沒了聲明跡象 好 等一下 好 加油 上午11點多搜救人員發現女大生 但卻是晚了一步 這群台北大學的登山隊總共16人 從仁愛鄉820零到進入 原先預定17號下山 21歲的簡性女大生 意外跌落70公尺深的山骨 額頭撕裂傷 手部骨折無法行走 搜救人員抵達現場時 女大生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聯繫家屬後 同意放棄治療 另一起登山意外發生在台中 一大早出動直升機吊掛遺體 32歲的李姓登山領隊 15號下午身體不適 導播在武林農場雪山東風縣的步道 當場沒了意識 空勤總隊立刻派遣直升機救援 救護人員到場後 對他實施CPR 依舊回天發暑 消防分隊指出 死者住在屏東 帶領兩名山友攀登雪山東風縣 登山過程當中發生意外 和家人天人永隔 記者曾偉祥王百英公寓的台中南投報導 他屬於電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